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我记得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有两个说法 其实在今天我们可以汇总一下 一个就是习近平成为了王储 也就是说不久的将来将会成为总书记的接班人 为什么定习近平的说法比较多 但其实各种多的说法比较单一 集中在一个太子党的说法上 从07年到08年 他接连包括在浙江 在福建做省级官员 那个时候咱今日点击已经开始了 不信您就找一找今日点击前一期那一阶段的文章 我们就会发现习近平这么干是被这么干 应该说是为了符合某些人的利益 所以他很快的上来了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是因为习近平 他中庸 他没有能力 他就不会对其他的各派造成威胁 所以他即使上来之后呢 也会造成各派势力自己争自己的钱 我个人看法这是最关键的 他的无能造成了他今天的位置 另外一个就是有关爱国主义的问题 我一直讲过爱国主义呢 本身呢是中共的一个棒锤 是中共灌输的一种一种哑片 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精神哑片 那中共自己真正的是卖国的 而不是爱国的 让老百姓爱国 那是为了控制老百姓的情绪和转移内部的矛盾 而今天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中共就感觉到今天的实际的状况 是非常微妙和危险的 有报道呢 在过去的周末呢 突然各地有大游行 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宝鸡 宝鸡在游行当中呢 出现了中共最担心的 就是反腐败的口号和标语出来 那在同一时间 香港的苹果日报呢 登了一篇评论 就是有关爱国主义的评论 我觉得说的蛮透彻的 咱先看看苹果日报怎么说的 苹果日报的评论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无权的人民也没有爱国的权利 文章上来提到 本来屌鱼岛这件事情没了 但为什么在周末突然又出现了呢 这是个问题 而能够解释的 唯有中共自己 也就是党需要它再来一把 文章就提到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钓鱼岛本身的事情是怎么出现的 1971年 美国把冲绳行政权交还给日本的时候 当时海外出现了保钓运动 那美国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的时候 紧接着就讲说 美国不介入主权的有关争议问题 而只把行政权转交给了日本 在这个背景之下 当时的中共当局紧跟着跟日本进行了建交谈判 在建交谈判当中没有提出 钓鱼岛的问题 在中日建交联合声明当中 也没有提到任何钓鱼岛的问题 中共为了达到与日本建交的目的 甚至放弃了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赔偿要求 谁爱国 老百姓您不一定别瞎嚷嚷 谁爱国 共产党爱国不爱国 从根上就清楚 那文章就提到 目前南海诸岛本身在南海地区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但是他尤其提到2005年 中共实际是江泽民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 与俄国签订条约 承认俄国过去强占的东北 144万平方公里土地 中共当局真的就那么爱国吗 对领土主权寸步不让吗 提的非常尖锐 所以还是那句话 今天上外头 为爱国呐喊的老百姓 说实话 您被涮了 这篇文章写的更绝 大家注意到习近平最近说法 说要用马克思主义 去解决现在的各类矛盾 结果 苹果日报这位先生 就把马克思的名言提出来 工人阶级无祖国 这是马克思说的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 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共产党自称是无产阶级的先锋 因此在共产党的字眼里面就应该没有祖国的称呼 在苏联当时的列宁号召俄国工人和士兵不要在第一次大战的时候去上前线打仗 当时的沙皇俄国正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说列宁说不要保卫祖国 宁可打输了 只有让俄国被打败 俄国共产党才会有机会推翻沙皇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刚才说的是列宁 再看看毛泽东 毛泽东曾经当面向日本的访客表示 正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使得中共有了机会发展武装力量 为日后的解放战争创立了胜利的条件 他明确说 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 给我们做了件好事 如果需要感谢的话 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文章里接着讲 从历史的角度看 自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 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 都实现马克思的无祖国的教导 所以不惜出卖自己的祖国 来换取共产党本身的政权 但为什么爱国呢 他直接说爱国是掌握政权之后 用来凝聚人民的向心力的一种宣传口号 而卖国是用来给那些提出不同意见者 贴标签的 实际上没有选举的政治权利的人民 爱国只能是一种原始的民族主义情绪 他们连上街游行示威 要保卫祖国领土的主权的自由都没有 因此人民是没有爱国的权利的 人民自然也没有卖国的权利的 以领土去与外国交换政治利益 也只有没有人民授权的这种政权 才能够做到的 爱国保卫领土只有在人民有了政治权利的时候 才是真的 你看所有的民主国家 每一次与外国的任何政治交易 他一定要公开 经过国会 经过辩论 经过媒体的这种探讨之后 才会达成协议 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协议是怎么定的 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他的标签明确就提到今天党的爱国是为了忽悠老百姓 而当党去骂谁卖国的时候 实际是给这些真正的明白人贴上所谓的卖国标签 是为了打倒他们 那按照胡适的说法 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为了争取国家的权利 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为了争取国家的自由 文章的结论是这么讲的 为人民争取宪法所规定的应有的权利 就是为了国家争取权利 人民有了政治权利才有爱国的权利 国家才有真正的主权 当爱国被未经人民授权的当权者垄断 那么卖国也就被他们垄断了 所以这文章写得非常的准确 下一篇文章咱就看看中共最害怕的 在爱国游行当中出现什么东西 星期日在中国的西部地区 包括兰州和宝鸡出现了另外的反日游行 BBC这么报道 反日示威游行转向 宝鸡标语触及国内问题 文章上来提到 包括兰州和宝鸡再度出现规模不大的反日游行 但是在宝鸡示威队伍当中 出现了涉及高房价和多党合作的标语 根据日本共同社周日发表的英文电讯稿说 宝鸡出现了反官僚反腐败的标语 而在日本的朝日新闻电视的画面当中 看到宝鸡游行队伍当中 确实有抗议高房价的蓝色标语 和绿色的推进多党合作 英九哥大陆欢迎你 这些标语是党最害怕 这些标语就是党觉得在带领大家伙要游行 表示一下爱国之情 想利用爱国给大家弄在一起 心里头弄在一起的过程当中 最怕就牛脸就变成反共产党的游行了 就像当年罗马尼亚出现的状况一样 文章里也提到周日的本身的游行 包括在成都在其他地区他也认为这应该是有中共官方的背景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西方各大媒体竞相报道 美国之音也报道了这件事情 美国之音的报道标题直接是这么说的 蓝州宝鸡星期日反日大游行 根据法新社报道 日本海岸警卫队在星期日晚上九点左右发现 中国的两艘鱼正船接近了尖阁列岛 也就是钓鱼岛 日本官方长官星期在记者会上提到说 日本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共发出了抗议召会 针对宝鸡所发生的游行的状况 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了一位姓李的先生 这李先生直接这么说 是在现场出现了反腐败政治标语游行 而这种方向当记者问他说这样的游行方向 你认为会怎么样呢 他说我觉得应该是越来越恶劣 情况会越来越糟糕的 那文章里也讲说中共的新华社写了一篇文章 来讲说大家要理性爱国 要这样要那样 说了一大通 其实说那一大通最关键的问题 他意识到这个苗头要转了 他想控制 所以会出现一个概念 我们看到在游行当中 宝鸡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二线城市呢 出来游行的人呢 大多都是青年学生 被组织来的 但是在被组织的过程当中呢 会出现其他的差别 我觉得这是党最害怕 那另外一件事情 在大陆今天比较 比较吵得最火热的 就是我爸是李刚 我觉得我爸是李刚 这件事情的最麻烦的呢 就是透显出 国安与民之间的冲突 那老百姓又在第一时间呢 创作出一个MTV 我爸叫李刚 那咱们就看看这MTV 在说什么 对 唐行路中央 叫车轻飞扬 黄土地里 仰归着 咱那八道的天娘 平凡的模样 二三八十最章 这树这天的大树 还有神秘的女娘 我爸是李刚 大明天见的李刚 谁是第一名的李呀 仰是金刚的港 我爸就是李刚 从此还落不光芒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爸是巨章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